一夜之间变成这样 长期以来的大陆海漂垃圾问题 今天非常的严重 铁榜澳口几乎成了垃圾海 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安全感觉 有一点小 fixing 有一个 有一个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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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 今天为什么特别严重 这个因为就是就是因为在前两天大暴雨 大暴雨从那个大陆那沿岸那个穿着那个游出来了 不然不可能会那么严重的 我第一次也不能那么严重 这个完全要等啊 完全退炒退到下面的时候啊 才能做一个处理 不然啊能有安全啊 怎么也是有这个 因为在里面藏的物质太多了 有的真土呢什么东西都不行 所以完全整退炒 再用能力军聚 甚至要用一些助级军进来藏的处理 什么处理 这个一定要是这样子 这样有搞不好就有毒了 怎么恐怖 像这种子猪啊 你没有叫防疫中心来 你没有做好一些消毒啊 叫我们清洁工人员怎么做出去 我们社区前两天才那个发动那个那个那个 多元的跟志工理事长什么在那边把垃圾干清网 上来那个环保客今天他们不载走 结果一个晚上又变成风云变色 整个沙滩都变得都是被海边垃圾占领 向公所说要等到完全退潮才能够清理 希望透过影片的播放 让两岸人民都能够看得到 大家共同维护海洋生态环境 谢谢大家